哪些人群到每一个国家都受欢迎呢 有了这个思路和深度思考 你就知道如何规划你和孩子的一生 更容易的去跨越阶层 就说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来说 读书学历技能手艺 都是通往成功最好的图件 普通人想要在全世界游刃有余 改变意义去过理想的风格 无非四种 其中外语这项世界通用语言 就不必再过多的赘述了 那么其一呢就是蓝领 全世界都缺技术工 社会需要运转 就需要这些各个阶层的劳动力 第二企业家生意人 带动国家整个经济 就业高速运转 解决当地就业 解决纳税 谁都喜欢 以投资的方式 全世界开放一定的国家 基本都是这样 哪怕是像什么德国 英国 新加坡也照样可以 日本呢 那更是绝对的放开金银签管理 第三呢就是科研人员 或者科学家奥运冠军 这一类呢属于人才 到哪也都受欢迎 第四种就是存花钱 像各个岛国的护照啊 土耳其护照啊 捧着钱去就行 那普通人其实只要努力的 朝着一加一的方向去努力 未来呢就能掌握在自己手上